启述第十四章第四节 这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怨是同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 作初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 如果你能够理解 我在这两天所讲的真理 你就理解我们所讲的好基少人 我们所讲的这些长头草 为什么他们的问题 信仰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的信仰的问题 就是他们不单止不跟从神的方向 自己制造的方向 而甚至去抵挡神的方向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人竟然错失了在信仰上 真正的精金 他反而在信仰当中 找了一大堆烂泥 以为既然这堆烂泥 和这些精金 大家埋在同一样抗当中 那么我为什么要花很多心机 去提炼这些精金 我拿了这些烂泥 成为我人生的宝贝 就可以了 这些烂泥填入我生命的宝藏 就可以了 擠入我的甲板里面 就可以了 但是在神的面前 他们变了就不是金银宝石了 你见不见到 其实原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原来 打从求约开始 其实神根本所讲的 所有的即时 所有我们所讲的 时代的变化 我们讲的 所有的真理 甚至会莫也好 会一样的这些教导也好 其实你说给我们听 一个最大的真理 就是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的宝藏 就是方向 我们所讲的伟大的先知 最伟大的先知 旧约有哪个伟大的 摩西新约有哪个 伟大的主耶稣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看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不以为 祂在一个伟大的地方 就是祂能够知道 在聚会当中 哪个人生病 或者人的心里面想什么 但是我们忘记了 如果祂只是在 他33年半 只是做这件事的话 祂不是救主 是不是 祂能够成为 在历史上新约里面 新旧约里面 最伟大的先知的原因 就是祂 去打开了 这条又生又活的路 祂是打开了 这个方向 祂就好像这里所讲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这个羔羊 就是为我们人生当中 引领了一个方向 导致我们不需要 要在永死里面 不需要在罪里面 去沉浸 所以主耶稣 其实祂最伟大的 不是好像 我们所讲的一个 报道家 或者一个神迹报道家 或者一个先知 我们惯性以为 祂能够做到这些 祂能够做到这些 祂能够叫到这件事 祂能够叫到那件事 祂就是先知了 或者祂能够说到一些 甚至是国际一些事件 将要应验 这个地震 那个火山爆发 当然 真的有先知 可以先说到这些事件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2012讯息 那样 但这些都不是 最伟大 最重要的 因为 这个给不到方向 的话 其实你 不是代表那人错 是代表那人 没有那么级数 神会信托他 将一个好像出埃及的方向 去交托 比摩西一样 这样交托给你 或者交托给这个人 又或者将一个 将全个人类 去拯救的一个方向 救赎的方向 去交托给主耶稣 基督这样交托给你 明白吗 历代历世以来 为什么 什么使得保罗去伟大呢 他们是先知吗 他们是使徒 他起了什么 五十万人教会 一百万人教会 对不对 他有没有搞一些 家族模式出来 其实保罗最伟大的 就是他得到神 关于奥秘和启示的方向 你有没有留意到 因为我们所说的 会一样这些的 我们所说的恩赐运作 我们所说的医治 这个没错能够满足 我们的需要 但是我们拥有生命 我们自出无福之后 我们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生命的方向 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当中 试过做多少 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拨圈子 我们做一份工 我们可能拨圈子 我们做一个project 我们可能拨圈子 我们甚至是恋爱 可能有些人 重重复复 恋爱十几次才结婚 对不对 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很多东西是拨圈子 但是如果你用整个人生当中 在生命意义上 主耶稣的时代 难道这群法利错人 走回摩西的方向 就叫做伟大了吗 实际上他们是因为这个理由 去钉死主耶稣 对不对 不是呀 每个时代当中 都有一个指定的方向 就像我们现在读的 启示录第十四章 是有那个时间的方向的 那个时间的方向是什么 不知道 不过高阳知道 对不对 高阳无论向着哪个方向 去前进去进发的话 这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就跟从了 于是他们就成为初熟的果子 因为他跟主耶稣基督一样扁人 没错 他们不能够给到方向 但是他肯跟这个方向 他们就成为什么 他们就成为同女 于是乎 那你现在明白 哪一个是辛苦 肯全力100%跟这个方向的 就是同女的话 能够带出那个时代方向的 就是辛苦 所以为什么这个孩子 可以有神去掌赏他的时候 神回应他的时候 神回报他的时候 就是这个孩子 他能够用铁像去核馆列国 明白吗 因为他能不能担当责任 他能不能拥有权柄 当然能够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那个 神学乎了方向给他的人 你知不知道 在你有生之年里面 如果你不懂得我说的这件事去分 你生命当中 你所见的很多属灵伟人 或者你接触到的人 他们是哪个是伟大的话呢 我可以现在告诉你 就是你的人生当中 你所见的属灵长者 最有方向 最能够依存 一个神时代方向的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属灵长者 如果他失去这个方向 他也是迷失 他以自己的臭脾气 性格 少爷脾气 小姐脾气 他成为他人生的方向 或者以他的私欲成为人生方向 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属灵长者呢 他不是一个好的属灵长者 因为他没有跟从神的时代方向 好了 属灵长者我们可以以一个 能够懂得跟从神时代 叫我说跟从 以跟从神时代方向 想到办法能够 紧贴神时代方向的人 就是一个好的属灵长者 那么你身边最伟大的先知 就是什么 就是能够知道 神在这个城市的方向 这间教会的方向 甚至是这个时代的方向 那么他就是先知 他不是能够能够满足你 觉得 哇 我认为有先知是这样 又是这样 还有是这样 是不是 但是不是 你以为那种可能是一种 小丑色的先知 是不是 能够 能够讨你喜悦 能够可以 变气法 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 那么你以为那个先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黑魔西就真的不太做得到 是不是 他不能够知道 明天报纸的头条是什么 或者是 普通他身边的人的运程 是不是 但是问题呢 他神是将在时代当中 最早诞生的 关于旧属的方向 节旗 会莫 出埃及 Planix来的时候 所有会发生的事 你会看到 所有这些的方向 神去托付了给这个人 所以在历史上 旧约里面 主耶稣没出生之前 他就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 就是这样 而事实上 神就将这个教导 放在启述第十四章 开始启迪给我们末世的人 启述第十四章 第四节 这四日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愿是同身 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 他们先从人间买来的 作初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高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